来位啊 来位 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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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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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中文立刚赛男子六十个冰军比赛第二局就开始了 红方是中国勇士铁英华 而蓝方呢是日本的T1加团冠军小专翔 这是成功了第二局 光武林峰呢已经从三月的九号 调整到每周五晚上二十一点十五分播出 欢迎观众朋友们准时在周五的晚上二十一点十分 打开电视机收看河南卫视武林峰节目 中文立刚赛将在四月的六号十三号和二十号分三期播出 敬请观众 我们现在又回到比赛现场来观看这场动人心弦的男子六十五分级新人赛 为什么新人 因为这个铁英华只有十九岁 而这个小川祥 蓝方小川祥只有十八岁 这两位都是未来在中国和日本搏击界的很具潜力的新人 今天这个小虎就碰到了一位这种硬仗 对小虎来说就是一个硬仗 因为这位选手的这种 这个十九段也是很善于打十九段的 然后一直这个小川祥一直这种 这种气势一直没有随着这种体能的下降 败退 还是这七九段能看得出来 给这非常厉害的 在这两位选手看看谁先提前 暴露出更能 我们看看这个小川祥他这个打击硬度有了 你看他你看他这个距离感好 我不给你打中原距离 我就打进去 而且你看他出拳上钩也好 包括吸法 或者推法 他的硬度有 爆发力好 中战祥显至主要选手的硬度和爆发力非常好 所以说他能够更有这种做基础 他的技术发挥的更加的灵力进制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选手有没有硬度 就是看你看打击 狠不狠 对不能对对方造成一种杀伤 你看 对 包括启动 包括这个 速度 包括启动 包括这种力量 漂亮 这下这个对小虎来说 小虎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头部防守 再稳一些 头部防守再紧密一些 因为这个时候小川祥他是全腿的接红 这张比较太精彩 太精彩了 我们看着这个小虎铁英华 你看他这个摆拳力量 是吧 还是有 但他缺少就像小川祥那种就爆发力出的很快的那种 判斗力 现在小虎就是说整体的力量要比这个小川祥要大 判斗力 这种杀伤力 小川祥更像一筹 对 所以说他这个小虎出的动作很多 但是总是感觉到对手造不了伤害 对 而我现在小川就插伤力 就是穿透和杀伤力要比这个 要不要要要要强 所以说小虎今天这份上的那种硬仗 非常难打 非常难打 小川祥在男子65年级比赛 第三局比赛开始了 红方是中国勇士铁英华 而蓝方是日本的K1 家子团的冠军 小川祥 这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中国前两阵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出来了 中国勇士铁英华呢 从他的打击的力量是有 但是从他出拳的穿透力 我们觉得这个小川祥这穿透力 包括它的硬度 硬度更加要比较好 要更大 况且这个小虎的动作也太直接 我发现那个小川祥的这种 全腿的路线非常的刁钻 然后也非常的带有有力性 而且从这个技术方面来看 这个小川祥的技术更加的丰富 也丰富 你看那上个圈要包括这个全腿的组合 的实际的把握 节奏的节奏的 节奏滑魂了 才只有18岁看不出来啊 打的太老道了 不愧是日本K1的这个新城王 实力确实超级 非常好非常好 今天那个中国勇士铁英华碰了一个高手 但是我们也看到两代 中国和日本两代自由博的新生在成长 在碰撞 一个只有18岁一个只有19岁 这个之后小虎还是不能急 因为在这个自由博的电台上不是拼这个力量 要拼你的斗志 智慧 包括你的技术 管有力量还不行 管有拼劲和猛力还不行 还不行 还要有技巧 技巧 要拼智慧打球 你要跟小虎打得很智慧就少啊 非常的这个 感觉非常的好 然后 你俩你来我网了 你来一个我也来一个 滑野颜色 这个这个可以看得出啊 这个小船前的这种技术作为基础 然后这个感觉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松弛 这也是我们举办已经是六届中对抗赛 水平最高的一场这个六十公斤的比赛 水平非常的高 非常高 非常高 对小虎来说小虎背 所以他的技术就非常的好 所以说所以说今天就是 呃 一种一场遭遇战 嗯 两位年轻小时的一场遭遇战 今天这个小虎铁英华真是拼了 拼尽了全力 要知道铁英华为了追求这个梦想 从湖北到安徽 从安徽到了河南 他的父亲一直伴随着他 这是两位年轻人为了自由波及的梦想 这样可以开场 今天打的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不管这场比赛谁输谁赢 但是给我们带来一种选择都不重要了 哦天哪 好 判断1 30-30 2号参认员 30 比30 判断2 30-30 3号参认员 30-30 判断3 30-30 平局加赛一局 中 Extra Game 中立杠赛男子65年级比赛 决胜局就是第四局比赛开始了 因为这个中国勇士铁英华 和日本的这个K1加联冠冠军小专祥 在前三局比赛双方打成了平局 加赛一局 那么这局比赛啊 就要看你的体力了 因为前三局双方可以说就完全拼进了能力 拼进了能力 拼进了能力 这是一个体力 同时就看你谁在防守当中出现漏洞 只要让抓住一个重击 你又想翻翻可能就几乎没有了 对 但是对这个小吴铁花来说 这也是第一次打击四局 有没有 应该是第一次 哦 哦 呃 从双方的体内说双方的体能 目前为止保持的 呃 还是相当不错的 嗯 应该还是非常强的 呃 一上一上一上 我用了几个很巧妙的一种方法 但是我们也感觉到 今天那个小专家在第四局比赛里头 他还没有马上进入比赛状态 你看没有 哦 呃 他是我估计是后半局的话 哦 难道他采用一种后发制人吗 后发制人 应该是这样的 第四局比赛从 开机来看 这个小吴铁萌的进攻 因为这个 我要先在 小专翔很老实 实际上 对先压住你 哎哎 后手 哎 后手 后手前排 那个 小专翔这个选手 参与的是 没有空张 一般他不会有盲目的是进攻 他可以先发手 他这个抓住机会的能力非常强 他也很善于抓机会 对 他没有这种空张的 他不会盲目的是出击 但从整个的 力量对比来说 今天这个铁银花 小伙铁银花 他的力量确实好 确实好 哦 难得的一个薄皮天才 哦 你看 到了第四局到现在你看 现在这个小虎的力量 体能啊 体能啊 这一趟比赛真是 太精彩了 让我们能够窒息看的 也让 让 就 我们能忘怀的解说 就想静静的 让大家来欣赏 小虎的体能确实不错 这种毅力确实不错 艺术品质 所以我们在那台上 也就缺少了这样的 年轻的 这种有激情的运动员 可能在赛前 双方 谁也没有想到 能打第四局 哦 哇 最后的十秒钟 小虎发起了 把内心动 胜利赛棒 胜利赛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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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静一下 在这个时候 最后十秒钟发起一轮进攻 让这个小转强就 不知道怎么打 对 我这个 最后结束的时候 我 压这个压点 压这个时间 最后这个 倒计时的时候 我压住这个时间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加赛局 一号参谈员 10 比9 计划1 10 29 二号参谈员 10 比9 计划2 10 29 三号参谈员 10 9 计划3 10 29 比赛结果 红方圣 4 7 10 10 3 3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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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 6 5 5 6 6 6 这是我这打五林风这么多场比赛 打得最艰难的一场